小孩的屁股下面做的是这样的高压垫 就问你怕不怕 我们来量一下丰田和比亚迪后排座椅的厚度 这还有凉吗 五厘米 六厘米 那算他六厘米 这哪有六厘米 你算他七 又咋地 来看一下啊 比亚迪 国产后压 好 算他六 那也是他的三倍多 丰田多少钱 这个车是25万多的 这是17万多的 你看 大家不用担心我的安全 这个是戴了手套的 橙色的这根线是高压线 这个是DC转换器 高压转身低压 它是直流的 这块区域是360伏 但是人体能够承受的安全的是36伏 就这样的高压直流垫 你们敢做吗 来看一下这里 所以他们在后排座椅上加了这个铁架子 并且各种螺丝给它焊得死死的 再给大家看一个细节 看到这些焊点没有 因为这台车本身是油混的 非要给它弄成一个插混的 好歹是个大厂 就这东西像不像临时加上去的 好嘞